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犯法 音乐是不用场所 连飞机场哪个哪个都在放 明白这个道理 怕人们寂寞 五次当中怕人们寂寞 明白吧 可是我只是要求您放电视 放音乐 怕人们烦动你做的 我不听 我就不要 我不听 我就不要 你管什么呢 快说你呢 什么样的健康 十一个梯队采访我的话 你记得这个 你别说 这是我说实话 我不犯法 我是中国的一个公民 我有权利听我的音乐 我又不是喇叭 我又不是放着什么大音乐箱 我一个手机放了半天 我根本就不算什么 你听我也听 这是我说实话 这么说 要有人说话 你还不让人家说了 这比说话声音还小的吧 对吗 我有什么可怕的 真是可笑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这位网友的无奈 而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下面这几位 在这趟早上七点多的火车上 大爷大妈们一字排开 搞起了社会窑 大爷大妈们这样的行为 一是太过自私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觉得大家都喜欢 给自己的不文明找借口 二是觉得自己这么大年纪了 还被年轻人教育 丢了的面子必须找回来 于是摆出我谁都不怕的架势 可这个社会并不是年龄越大越有理 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矩才对 看完本视频 欢迎关注留言 粉丝留言 我会在评论区回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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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